還記得我在索維拉吃海鮮的時候 每天都有好多貓來蹲點嗎 當時我應該是摸了其中的幾隻 搞得我現在滿手都是被跳著咬的包 不過沒辦法 再難受也得堅持到大城市去治 所以我今天趕了7個小時的大巴車 來到摩洛哥之旅的最後一站 卡薩布蘭卡 然後我就到了那個卡薩布蘭卡 所以但是到了車站之後我要去打擊 去我的那個民宿 25迪拉姆這邊好熱 比那個索維拉這多了 才這了 到這我本來也沒想怎麼玩 就想著能把手上的這些包製好 兩個大箱子 這是大包 然後我身上還有個大包 這領著大包小包的趕到旅店 我發現老闆他居然是個國人同胞 我親切的稱呼他為小賢姐 這是我先生 然後我們現在是在地址在卡薩布蘭卡 摩洛哥卡薩布蘭卡 這一個人在國外旅行遇到的同胞 那真是溫暖啊 這不踩落腳小賢姐和幾個室友 就給我做了一碗雞湯麵 天老爺這可是雞湯麵啊 在北非能吃上這碗 你們知道是啥概念嗎 說實話我都想哭了 在卡薩布蘭卡的這些日子里 真的多虧了小賢姐照顧 不僅我的手臂狀況慢慢有了好轉 而且在她這動不動就吃席 還不收我錢 和一群國人室友聚在一起吃飯 有那麼幾個瞬間 我真的以為我已經回家了 在那個賢姐這個旅店里面 就像回到了家一樣 是啊 就像回到了家一樣 來給我們做菜吃 都是一群地方不會做飯的 呃 怎麼說呢 很感動 不過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 出來了一個月 是時候真正的回家了 臨別之際我要把最美好的祝福 送給小賢姐和她的伯伯老公 希望他們永遠健康永遠幸福